市長好 市長我想昨天台北捷運發生在台灣有史以來史無前例的隨機殺人攻擊事件 震驚社會 那當然早上我們部長也特別前來 因為來說明 那這個剛才因為有行政院有急事在過去 所以現在就請教我們市長 我想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在台灣目前我想昨天晚上我們就看很多名嘴又跳出來 質問指責政府 我想這個有一點有時候就是講起來好像錯熱鬧 有時候也提不出怎麼來解決 我想這個事情發生大家都不希望再發生 那我們怎麼亡羊普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大家理性的探討 你指責這個像這樣他突然這樣來殺人 我想說殺紅的員 這個我們只是說在現場那時間又很短暫 我們當然當初在懷疑就是說 你一個從龍山鎮到這個江子翠啊 中間這一段時間他通了這個 譬如說他當然捷運跟一般的高鐵不一樣 他上面好像只有一個司機員還是沒有車上的服務人員都自動化的 所以他的司機有沒有去行控中心 然後把這個事情聯絡上 然後警方 怎麼樣即時派能夠說到這個江子翠站下車的時候 剛好這個我們警力都已經部署好在那邊制服他 凶手 這樣是最好的啊 但是時間上我看中間才9分鐘 這可能要去突發這樣的事件啊 我們要去處理 確實是 也不是說這個講得很容易啦 但是要做到確實是很困難 警力再過 可能在時間上的處理啊 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 有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這個螺絲啊 再繃緊一點啊 對謝謝委員 收緊一點 能夠大家這個碰到 有這個已經發生了 我想後面 像現在我們這種社會啊 邊緣也很多 可能 這個 什麼時候再發生啊 也不一定 尤其在經過媒體的線染啊 這個可能有感染性啊 這個 這個都是 我們要怎麼來防患 那在防患方面我想 這個交通部這一方面應該 跟我們內政部啦 警政署啊 相關的 各單位應該 盡快的 我來行出一個辦法 會 當然我們講了 這個大家很多委員也提出 這個 這個 我們那個 SOP的 建制 那個 當然這個 標準作業流程啊 可能大家都 都 比如說這個意外事故發生的時候 怎麼來處理 我想一般講都是 有這樣的 SOP啦 當然你像這樣大的一個 這麼大的案子啊 而且又突發 過去又沒有發生過 我想這個 SOP可能 也是在處理上 我們會請這個 這個建議取代 我剛才講的這個過程就是說 你時間那麼短暫 你怎麼去處理 可能這個都不是 原來那一個辦法 可以來應付的 所以 所以這個 這方面 我有幾個建議 是是 我們就是說 警力不足 大家都會指責 警力不足 不去彌補這個 在警力組的情況下 你如果說處理不當 也是可能處理不當 也不是說人多就一定處理得好 那現在 我就想說 在警力不足的現況之下 你現在我們發覺過氣啊 我們在 做火車的經驗啊 在車站啊 我們是經常會看到警察 那確實現在 現在車站啊 這一些公共場所啊 不管公路 鐵路 高鐵 我想都是 航空站 都是 警力 看起來好像都 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當然有保全員員 所以 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我們是 希望還能夠 是不是借重 這個疫情 還是說 尋守 對 我這個是指捷運的部分啦 當然捷運的部分他 車班又多 這個 這個 你說要每一個 即使警力夠 你也不可能去每一班 這五分鐘 十分鐘一班 每個車上都有警察 但你在戰裡面 戰場的方面 是不是 這個 我們經常講見警力 大家 有警察 經常在行樓 大家會看得到 這樣我想對 歹徒啊 還是這一些兇 他們有一些 這個 這個 潛在的 一些 犯罪的人 他們有一些 警惕的作用 這一點 當然是警政署這一方面 我想 這個 副署長這邊 找站 委員在看我們非常贊同 對 所以我是建議說 這個 能夠應用這個 尋守隊 社區的尋守隊 因為現在很多很熱心的人 他們都願意來 在不管是文化方面 這個 資安方面 很多 議警 他們會來 回來協助 交通的議警 這個如果 怎麼去 來 把它組起來 配合 各個 這個 這個 捷運站 來 來 幫忙 行 我想這個是一個好方法 對 這個 這個我們會促請 那個 地方政府 有關於捷運的主管機關 好好考量這個事情 怎麼去搭配 怎麼去做處理 還有 就是說 你現在可能 再說保全員員也是有限 是不是他們捷運公司 他們 還是像高鐵公司 捷運公司 這一方面 他們是本身 這個 能夠說 子公司去成立 一些這個保全公司 來 人員比較充足一點 那可能在 是 這個 配合 我們這個 車站的安全 車上的安全 所以我們機場 大概就是往這條路來走 對啊 你警力不足 你車上如果說 他 可以抽 這個 那一些 一些 派 就是不定時 去派 在車上 也有保全員員去行樓 可能會好一點 是 有一個環環的作用 我們都拿著考慮 是 那這個 這個 下面一點 就是 我看那個報紙在寫 有 好像 好像有 寫一個 一個報紙 他登了 能寫網友啊 他說 這個想 想在高捷啊 也來 來一下 就是高雄捷運啊 是 來一下 我像這個 這麼聳動的一個 一個新聞 到底是不是真的 它裡面寫是說 有 那個 鄭捷啊 粉絲團啊 有這個粉絲團啊 還在那邊 這個 反正 這一些 這一些 對這個事情啊 有的還 還 幫他 幫他 在好像 你說成立那個粉絲團 這些人就 就是 是不是精神有問題 還是 還是 造成這麼大的 人民的損傷 死傷 你這個 還去那邊什麼粉絲團 像這樣的網路的一個 是不是過程犯罪 這個警務署這邊 可不可以回答 說不定 會不會過出 所謂善後犯罪的這種情況 你去煽動 林副署長 去這個 我想這個 我們也注意到了沒有 這個案子應該涉及到 善後犯罪 是 對 我現在 我們今天 我 我剛才講過嘛 我們去指責 過 發 已發生了 怎麼處理 在哪裡過世 這個 暫時不要 就是說 我們 亡羊補牢 是 對不對 這個後面 怎麼去防犯 要求 像我們警方這個 犯罪的防犯 像新的模式 新的這個犯罪形勢 這個我們都應該注意得到 是 而且現在網路 你看 因為這個這個 如果再給它掺杂上去 這個再插一腳 我想這個很危險 對 一些一些 我們要求行李局來 來追查這個案件 這個 好 那我們 警政署這一方面 我想也要加強 是 那這個 針對這個 個案 我們有沒有去追查 上面這樣有沒有去注意 以掌握 對 要求新事局去追查 對 這個要注意 不要真的 發生了這個 我們是 因為高雄市委部也同時他們加強警力的 布置 是是 反正我們是希望說 真的 針對這一次的事情這麼嚴重 這個我們真的要 特別 想出這個防犯 怎麼來防犯未染 不能再說 你 當然一方面 怎麼再加速來 這個案子發生 以後這些善後的問題怎麼來處理 這都是要大家共同來努力 是的 謝謝 謝謝 好 好 那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有請 那個 副署長你先 您副署長 呃 署長 那個我想我看到 今天因為也有這個我們修法方面也有談到那個 那個 飛機啊這個 這個 這個明朗法修正 我想 提到 有兩個這個這個票價的問題 是 這個票價的問題 哦 議長那邊 我想 這個 兩岸航線的票價問題 委員會已經討論很多次了 明朗期也一直要求業者 調降兩岸這個 航線的一個票價 或者提供便宜的機票 這一點我們是很肯定 我們有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 委員會裡面也談了很多 那 但是啊 確實目前啊 這個 還是 實際的情況還是旅遊業者啊 掌控這一些很 這個這個這個機票啊 還是被 兩岸的這個機票啊 還是被 這個旅遊業者 掌控的現象 我根本一般 一般民眾想要買到便宜的機票 也就一票難求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好像丁守中委員他有提一個這個核准制 像這樣的那個可行嗎 你看 怎麼 有 好 局長 審局長回答 那個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都可以訂購 所以並沒有完全 並不是都被旅行業者所掌控 這個部分 對 還是要多注意 因為我理這個一般的那個在反應還是 好 還是沒有完全的改善 我們的了解是沒有這種情形 不過委員這樣講我們再去再去實際了解一下 謝謝 謝謝 那 你請坐 沈局長 那個 我想提到這個 剛才我們 呃 呃 呃 提到 前 前 前天啊我們這個 國華會 國華會 這個 對於 結議說 花蓮、恆春、台南、嘉義、台東整 武宙使用力低的機場 提出活化政策活摘就要退場 那在這一方面是不是 我們有在 決策過程中啊 呃 因為我們是覺得在在 國華會啊每次很多的交通建設的案件 在那邊都是 在那邊搞了很久 這個這個有時候出來啊 就是說交通部這樣的建議去到那邊都 都變樣了 出來都變樣了 所以 所以這個 像這個決策 我們交通部有沒有參與啊 我們了解 那麼事實上的話 我們現在盡可能的在恆春的這個部分 提出活化的策略啦 恆春的策略 我針對了也不只是恆春啦 我知道 像東部你花蓮跟那個台東啊 這個是比較偏延 對 還是有存在的必要啊 那 那 劉委員他當然身在 這個 呃 台東他當然對這方面很 很重視 那我是講說像花蓮啊 花蓮他這個車子 花蓮的這個 這個機場啊 他本身兩岸在 在 是否有思考他這個 兩岸的 一個環線 包機嘛 包機現在其實也一直在處理 對 那個在這方面 對對對 應該發展兩岸的 對對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 好我們謝謝王靜思委員的質詢 接著我們請陳雪森委員質詢